浙江湖州市支里镇的万人抗税事件 已经演变成地狱性冲突 支里镇的民众将矛头指向安徽人 借抗税闹事或极无辜百姓 大批支里人带钢盔持钢管 组成自卫队彻夜守护家园 誓言对抗到底 但有报道指出 当地派出所向民众派发钢管等武器 外界痛斥当局 故意挑起两地民众武斗 转移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矛盾 据中国茉莉花革命网站的报道 目前支里镇到处都是特警 防保队 武警 政府发出通告 将支里分成五个区域 每个区最少配备300警力 一个小镇光巡逻就超过1500人 形势非常严峻 苹果日报指出 当地派出所向民众派发钢管等武器 外界哗然 痛斥当局变相挑起两地民众武斗 众多企业因担心情况不稳 暂时搁置复工计划 另外网民统计 事件中超过150辆宾室宝马车被砸 另外30万元以下车辆被破坏 约300辆 新唐增县维权人士张先生表示 政府及中共贪官与老百姓争夺利益 产生了很多矛盾 但是他们不能够公开矛盾的根源 只能调起本地人和外地人的矛盾 然后借这个名义去镇压 一开始烧警车什么的 他们都不管 让你们烧 让你们搞 也不镇压 把这个情况搞起来了 然后他就可以对外说 你这整个事情 就是那些暴徒 摇篮子 也不是政府的错误了 是你那些暴徒 有益 搞破坏 他发那个钢管什么的 实际上就是 他这个政策的延续了 原来那些普通老百姓 他家里没有武器的 你发的一些钢管什么的 他们就有工具 他要去打斗 挑起这种矛盾 那外地人看到 你本地人拿的钢管 他们那个怨气就更大了 乌州市支里镇 一位当地的业主告诉新唐人 引发外籍业主抗税的原因是 当地政府今年 对外地人的征收税款 增加了许多倍 外地打工的人 承受不了这么高的税收 所以抗税 抗税原因就是 像去年他们加工厂的话 是一两百块钱一个人 今年的话他要六百八 他们钱太高了 那个价格 一个加工厂 他有五六个人的话 就是说 每个人六百八十块钱 承受不了没办法 我们一定要教练 对了 你不教的话 他们给你拉电 给你那个电商 给你分起来 维权人士陈树庆表示 因为这些人目前生活 各方面非常的不安全 和没有保障 再加上长时间的压抑 艰难 心中都藏着一股怒气和怨气 政府或政府工作人员的 有些行为不当的情况下 很可能增加他们的生活的艰难度 进化到他们的权力 加重他们的负担 他们通常 尽管他人无可忍的话 都会起来抗争 而且会 很多人都会一起去围观了 就是退不住了 有些人也借这个机会 去发现一些 安徽省检察院前检察官 沈良庆说 由于中共的财政是专制财政 因此弊端很多 沈良庆认为 税收的增长超过GDP的增长 显然是对国民财富的略夺 而且这些钱取之于民 却不一定用之于民 社会支出占的比例很小 所以很不公正 新唐人记者 长春林慧心 肖宇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